国泰证券抢供行动下单的商机 推出了手机应用程式 希望能够提高投资人下单机会 提到台股近来量能萎缩 那么国泰金控也表示了 沪港通只是短期会影响到台股 如果沪港通成功的话 外资将会提高投资亚洲的比重 对于台股长期的成交量会带来抑注 国泰证券迈向行动化正式启动 董事长朱世廷和总经理张顺玉 一同出席新APP发表会 近期使用智慧型手机下单的人数快速增加 有57%的投资人会使用手机下单 国泰证券看好证券行动化商机 期许让投资人更能方便下单 未来的整个决胜的关键 不会在通路 不会在营运人数 而是在谁可以领先 在所谓的行动下单这一块 股市的成交量 现在动不动就是只剩下七八百亿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如果再用传统的方式 传统的分析机构 传统的人力去做 我觉得第一个不一定做得很好 以行动魔术秀抓住现场来宾目光 利用手机APP看盘一目了然 还可以设定想追踪的股票 及时掌握各股资讯及行情 强调行动下单快速 只要轻摇一下手机 马上又可以回到逐选单 提到近期台股量能萎缩 朱世廷有自己的看法 富港通这边对台湾的短期 我相信成交量量是有影响的 不过长期如果富港通可以成功的话 如果外资可以把亚洲的这个比重 进一步的增加 我倒认为长期可能是 对台湾来讲会是一个好处 不仅国泰证券有在耕耘行动下单这块大饼 富邦证券的行动下单业绩 也大幅成长来到百分之五十 近期台股量能持续萎缩 根据证交所统计 10月全体券商亏损加数比获利还多 有40亿家证券亏损 38家获利 但证券商盈于1.93亿元 比9月增加67.56% 台股未来会不会像朱世廷董事长说的乐观 外资会不会再加码是决定的关键 戴军影城届尾台北报道